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餐百谱各大菜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酱爆鲜膜 森林菇类的酱香舞会 二 萝卜丝饼 酥脆萝卜的金黄协奏 三 盐水鸭 咸香渗透的悠闲小品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酱爆鲜膜 森林菇类的酱香舞会 各位亲爱的食物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 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 酱爆鲜膜 这道菜不仅是一场 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森林菇类的酱香舞会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些森林中的舞者 蘑菇 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一位来自遥远森林的神秘舞者 他们拥有多重形态和颜色 从洁白的香菇 黄灯灯的杏鲍菇 到深棕色的牛肝菇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质地 当这些菇类聚集在一起时 就像是森林中的一场多彩舞会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舞会的主角 酱料 酱料在这道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就像是一位优雅的舞伴 引导着蘑菇们旋转 跳跃 在热锅中 酱料和蘑菇的结合 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 释放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香气 这就是所谓的酱宝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本身就是一场表演 首先 舞者们 蘑菇需要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准备 确保它们的新鲜和质地 然后 在热锅中加入油 油热之后 蘑菇们轻盈地跳入锅中 开始了它们的舞蹈 随着火候的加热 蘑菇们开始释放水分 这时候 酱料进场了 它缓缓地与蘑菇们结合 一起在锅中翻滚 释放出酱香 最后 当这场酱香舞会接近尾声 蘑菇们已经完全吸收了酱料的精华 变得更加饱满 香气四溢 这时候 一些小配角 比如葱花 蒜末 也会加入进来 为这场舞会 增添更多层次的风味 当这道酱保鲜膜端上桌时 你会发现 每一口都是一次味蕾的舞蹈 每一个蘑菇 都在你的口中翩翩起舞 释放出森林的鲜美 与酱料的醇厚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 菇类与酱料的完美演出 是一次味觉的盛宴 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这道酱 爆鲜膜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是在参加一场森林中的孤类舞会 而你的味蕾 正是那个最尊贵的嘉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萝卜丝饼 酥脆萝卜的金黄协奏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那个让人垂涎三尺 在中国美食界 拥有不朽地位的传统小吃 萝卜丝饼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首由酥脆萝卜编织的 金黄色协奏曲 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 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轻盈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萝卜丝饼的历史 这道小吃源自中国 据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它的诞生 可以说是农民智慧的结晶 当时的农民在丰收后 为了更好地保存萝卜 发明了将其切丝 研制 烹饪的方法 而将萝卜丝包入面皮中 经过煎烤 就成了今天 我们所熟知的萝卜丝饼 现在 让我们来揭开萝卜丝饼 那令人着迷的外衣 想象一下 当你手持一块 金黄酥脆的萝卜丝饼 轻轻咬下一口 那咔嚓一声 仿佛是对你的味蕾说 准备好了吗 这是一场盛宴 接着 萝卜丝的清甜与面皮的香酥 在口中浇织 就像是贝多芬的交响乐 在你的舌尖上演奏 但是 别以为萝卜丝饼就这么简单 它的制作过程 可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首先 选择的萝卜要新鲜 丝要切得细腻 其次 调味要恰到好处 既不能过咸也不能无味 最后 煎饼的火候 要掌握得刚刚好 才能确保外送内嫩 这一切都需要厨师的精湛记忆 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萝卜丝饼不仅仅是一道小吃 它还承载住中国人 对于食物的情感 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寒冷的冬日 一家人围坐在热腾腾的饼摊旁 看住厨师熟练的翻间灼饼 那种温馨和鞋的氛围 是任何高级餐厅 都无法比拟的 总之 萝卜丝饼 不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它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普通的食材 也能在敲手之下 变成令人赞叹的艺术品 下次当你品尝到这道美味时 不妨想想 那些历经百年 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以及那些默默无闻 却记忆高超的厨师们 这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盐水鸭 咸香渗透的悠闲小品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让人垂涎三尺 咸香渗透味蕾的悠闲小品 盐水鸭 这道佳肴 不仅是味觉的盛宴 更是中国烹饪艺术的一朵奇葩 它的故事和风味一样 丰富 而引人入胜 首先 让我们来点历史调料 盐水鸭源于中国南方 据说 最早可追溯至南宋时期 那时的人们 已经开始用盐水来腌制鸭肉 以求在不冷藏的年代里 延长食物的保鲜期 这种古老的保存技术 不仅让鸭肉能够长途 把设随住商队走南闯北 还意外地赋予了鸭肉 一种独特的风味 说到盐水鸭 不得不提的 就是那个名声在外的 南京盐水鸭 这可不是一般的鸭子 它是江南水乡的骄傲 是南京人民的心头好 南京盐水鸭色则金黄 肉质细嫩 咸香适中 吃一口 仿佛就能感受到 秦淮河畔的悠闲 和谷渡的风韵 制作盐水鸭的过程 简直可以称得上 是一门艺术 首先 选鸭这一关 就非常讲究 得是那种肉质饱满 皮质适中的优质鸭子 然后 鸭子要经过一番洗礼 这不是普通的洗澡 而是要用各种香料 和盐水来给它 做个全身的SPAR 这些香料 可不是随便乱配 得是八角 桂皮 花椒 姜片等等 每一种都得掐到好处 才能让鸭子沐浴 在这香气缭绕的汤汁中 吸收足够的精华 接下来 就是耐心地等待了 鸭子在盐水中 静静地腌制 时间 就像是一位 巧手的厨师 慢慢地将咸香味道 渗透到鸭肉的 每一个细胞中 这个过程不能挤 挤了 就像是素食爱情 表面看起来美好 实在内力无味 最后 当鸭子经过足够的腌制 它就要经历 最后的试炼 烹煮 这时候 火候就显得油味重要 火太大了 鸭子就容易焦躁 火太小了 鸭子又显得无精打采 只有火候恰到好处 鸭子才能在 废水中尽情地舞蹈 最终呈现出 那中外皮酥脆 内肉鲜嫩 咸香宜人的完美状态 吃盐水鸭的时候 别急着大块朵鸣 要细细品味 感受那股 从舌尖到心底的 悠闲和满足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段历史 是一种文化 是一个城市的记忆 和情感的寄托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 那咸香渗透的 盐水鸭时 不妨想想 那些古老的街道 那些流淌住 历史的河流 那些在时间的长河中 慢慢沉淀下来的美味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 穿越时空的味觉之旅 总结来说 今天我们 谈到了三道美食 酱爆鲜螺 萝卜丝饼 和盐水鸭 这三道菜 都有着自己 独特的魅力和故事 每一道都是一场 味觉的盛宴 也是一次对中国 烹饪艺术的探索 酱爆鲜螺 是一场森林孤类的 酱香舞会 每一种蘑菇 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质地 与酱药的结合 产生了一种 神奇的化学反应 释放出 令人难以抗拒的香气 萝卜丝饼 是一首由 酥脆萝卜编织的 金黄色协奏曲 其历史悠久 制作过程 需要厨师的精湛技艺 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它不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中国人 对于食物的情感 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盐水鸭 则是一道 咸香渗透的悠闲小品 其制作过程 讲究选材 腌制和烹煮 它承载着 中国南方的丰收 和江南水乡的风韵 吃一口就能感受到 这种悠闲和古都的风味 这三道美食 都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瑰宝 它们不仅让我们 感受到食物的美味 还能让我们穿越时空 感受到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情感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这些美食时 不妨想一想 它们背后的故事 以及那些默默无闻 却记忆高超的厨师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